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三角形的編長判斷 不過三角形的編長判斷 當然那個邏輯非常多 我想你們如果是針對考試來看的話 基本上還是一樣 先了解一下到底它要做什麼 比如說它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顯示出來 那第一個 我們一定是要輸入幾個因素 有沒有 總共會有這個 當然三個編啊 你不能輸入四個 四個的話呢 叫做錯誤 所以參數數目錯誤 因為三編嘛 你怎麼給四個數字 那四個數字會變正方形或矩形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要判斷什麼 它的那個 就是引數的來源是否為三 那不是跟剛剛的題目 剛剛的那個2060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它的引數啊 只能夠有三個 才會是三個編 那三個編它輸入之後它要做什麼 如果它輸入三個編啊 當然以正常一定是三個數字啦 對不對 這個是第一個 不過題目裡面好像沒有要判斷啦 不過基本上假如說 它輸入的是三個數字 那這三個數字裡面的話呢 如果三個都一樣 那一定是什麼 正三角形 等編正三角形 所以輸出的話 要必須輸出什麼 您輸入的是一個 讓它知道等編三角形的編長 所以你會發現呢 基本上 這個輸出的字串 就是去判斷中間這個東西 到底是等編 等腰 直角 還是頓角 還是什麼呢 並非一個三角形的編長 或者是銳角三角形的編長 反正就是要判斷這些 那至於判斷這些的規則在哪裡 其實喔 還好題目都有幫我列表 所以將來喔 我們要做 做這些敘述的時候呢 因為太多了喔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照 它給我們這個表格裡面 去做那個邏輯判斷就可以了 那當然第一個喔 你要先 一樣嘛 輸入進來 然後判斷說它的引述是不是有三個 如果不是 那就不要再往下了 就跟剛剛一樣 再來進到裡面一層 那你就是if 也許你多重嘛 有這麼多條件 那一樣是if if什麼呢 第一個條件 它是不是是什麼呢 等編 else if 第二個 else if 一直else if 下去 直到沒有了 那除此之外 那就是else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喔 那個邏輯跟商品體好像基本上 幾乎快要一模一樣了 只是說判斷的東西不同而已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些東西不用背啦 只要你大概 知道那個規則之後 你可以稍微改動一下 馬上就可以有一個你需要的東西出現 那裡面的話當然喔 除了這個最後的完成畫面之外 那我們 裡面還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他說 依據使用者所輸入的三個編長去判斷 那這些訊息 那他這邊有說明 所以總共從上到下這些 那其他的話 那如果這個地方 第二個是說 若未輸入任何參數 則顯示錯 就是他如果完全沒輸入的話 也就是說那個arg 它等於0的話 裡面都沒有 那不為三個怎麼辦 OK那其他大概是這樣啦 那最後如果你要拿到滿分的話 那最後如果你要拿到滿分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是參考這個評分項目 裡面有這一些 哇這麼多 等邊 等腰 等腰 指曉 這些這些 還有沒有輸入的 然後輸入的參數不是三個 OK 那如果全部你都顧慮到了 那你就拿到滿分了 但是應該還有很多啦 因為這一題我發現太複雜了 可是如果你全部都面面俱到不太可能 OK那請各位 先稍微把208這一題的題目 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我們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 sauce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 當然你如果要參考的話 你可以直接 直接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自己從key一遍 那當然這邊也是可以 可以複製貼上的 那裡面的話我大概做哪些事情 因為這個是很直覺 很直覺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說跟前面一樣的 首先第一個先判斷什麼 他因為三角形嘛 所以呢 他的那個長度 是不是三個 當然前面是不等於的 那現在因為他 就是 我們只要等號 所以 當然你如果是 他的參數是三個的話 那表示呢 他後面可以繼續往下 反之的話呢 那他就要輸出一個什麼參數錯誤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直接再 先測試一下 比如說 我先run一下 那當然第一次因為沒有傳參數 一定是 是那個空的啦 那大家如果記得一定要先run一次 然後再按右鍵 有一個那個run的那個 這個把它改一下 預設裡面是空的 那空的表示他沒有任何參數 如果沒有任何參數 一定會說 跑什麼 跑這個地方 就是 參數數目錯誤 這個部分 輸出 OK 那如果說有參數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輸入的是 某個參數 那假如說這個參數的話呢 假如說是一個 三 那如果多一個的話 當然也不對啦 一定是等於三個 那好 OK 那我們剛剛已經判 一定要三個 那如果說呢 假設他是三個數字 那我必須先做什麼 把這三個數字怎麼 先抓過來 然後再給底下的去做那個運算 運算的結 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特別注意 這三個抓到 假如說我今天run 這個應該是正確 是一個等邊三角形的邊長 那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嘛 第一個先判斷 它是不是為三個 那是的話 往下 那我把A B 這ABC ABC指的是什麼 這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比如說抓過來 假設我剛剛輸入3 A就等於3 B就等於3 C就等於3 ABC指的是 那個三條形的三個邊長 OK 那我要做哪些判斷 因為題目裡面 它有一些相關的敘述啦 不過我發現 我們在做 就是說判斷之前 最好先把這個等邊 等邊應該是三個都相等 三個都相等的話 那應該是 這邊 這個把它放到這邊 註解放這邊 OK 那 我比較建議怎麼樣 嗯 更正確 這邊應該是 等於0 應該是像 下面這裡 OK 那我們先判斷什麼會比較好 因為之前我是直接去判斷 是不是三角形 可是我發現喔 如果我說它有一些條件不正確 後面還是會繼續往下走 所以呢 我會先判斷 如果三角形不存在 它不是三角形的話 題目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可能的情況有幾種 就是這邊有一個喔 它說三角形的存在條件 我建議這個先去做判斷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不是一個三角形 你就不應該往下走了 所以 它存在的條件是 A加B大於C 那不存在的條件剛好顛倒 A加B小於C 也就是這個前面兩邊 小於第三邊 那就不是一個三角形 還有呢 ABC一定是不為0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一定要先判斷 所以我在底下 起了一個邏輯判斷 一副 A加B如果小於C的話 那前面兩邊加起來 如果比第三邊還要小 那當然一定不是三角形 所以這邊的話 就顯示出 假如您輸入的不是一個三角形邊長 第二個是ELCIF 所以起第二個邏輯判斷是 A等於0 或者是B等於0 這個是或 或B等於0 或C等於0 也就是說呢 其中有一個邊長是0 那當然一定也不對 所以前面兩個先判斷好了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傳遞參數 假如這個參數呢 我傳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邊長是0的話 比如說這邊的話 假設其中一個是0 那當然輸出結果 也會是跳什麼 跳這邊 您輸入不是一個 那或者是說呢 A加B 如果是假設7好了 3加3 3 7 不對吧 它不可能 這畫不出一個三角形 所以執行起來呢 通通都會跑什麼 跑 您輸入不是一個三角形邊長 反正先判斷這兩個 然後再判斷什麼呢 等邊 等邊的話就是A B C都一樣 或者是什麼 等腰 那等腰的話就是 A平方加B平方 等於C平方 而且什麼呢 A等於B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題目 我覺得很妙 就是說 它這個 不知道是它這個格式 很奇怪 很多人看了A2 會有點不太知道 到底A2 其實這個A2B2 是指著什麼 應該是A平方 他不知道它這個 應該這個2 要往上一點點 可是它排版的時候 排不出來怎麼樣 就直接給它A2 所以我剛開始看了一下 A2是什麼東西 不是A2 是A平方 所以A平方的話 那就是A乘以A也可以 所以你敘述的方法 A乘以A 加B乘以B 等於C乘以C 就是平方的意思 或者是說如果你 假設這個地方 你不要用平方的敘述 就是不要相乘的話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平方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用到另外一個 敘述 就是講平方的 好像在前面104 在202 有沒有 算負利的時候 我們用到一個叫什麼 其實A乘以A等於什麼 你打一個Mass 點什麼 點砲 應該還記得吧 Mass點砲有沒有 Mass點砲 如果這個地方呢 假設我A平方的話 你一樣可以給一個A 後面參數給2就可以了 如果你這樣子敘述 Mass點砲 A 豆點2 實際上 它就等同是什麼 A平方 OK 所以特別注意 A平方怎麼敘述 你可以等於A乘以A 像剛剛 或者是用這樣來敘述也可以 OK 應該懂了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過Mass點砲是什麼意思 搞不太清楚 不過因為這一題只有平方 剛剛兩個相乘會比較簡單 如果你不要這樣做的話 你就打一個A乘以A 就可以了 這個相等 OK 其他的話就分別敘述 因為題目裡面 有跟我們講說 等邊是這個 等腰 等腰直角 直角 頓角 銳角 所以分別把底下的東西 全部都敘述完之後 放在else if else if裡面 那我們就分別把 我們需要的三角形 通通做出來 那當然 除了以上之外 else 那一定是三角形不存在 所以我們在else裡面 多一個這樣的敘述 那這樣 你就最後再測試一下 那再把這個 argument裡面的話 分別 再加上我們相關的參數 然後可以測試一下 比如說你旁邊這邊有一個 這個不是 比如說六七十 他應該是頓角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這邊的話 輸入六七十 中間都加空白 如果run一下看一下 他有沒有跑 你跑到應該 你要跑的位置 是頓角 那恭喜你 所以將來 如果在評分老師 他就是 反正按照那個流程 每一個每一個跑 跑出來 如果是對的 那恭喜你這一題 就拿滿分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主要還是先把題目先了解一下 到底他要做什麼 OK 他就是要跟你要參數 就是三個參數是正確的 然後再去判斷什麼 是不是這些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裡面 就是做一些多重邏輯判斷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有把剛剛我完成的這個Source 提供到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所以 等一下請你到雲端上 也可以看到 JV 第208這個的相關的解數 那我剛剛的Source放這裡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這個邏輯判 其實這個我發現 20 第二類 我們講這兩題 基本上最重要的精髓 其實就是考你什麼 會不會做邏輯判斷 其實如果你邏輯判斷 觀念清楚的話 應該這個就很快可以做出來 那其實不 不論說你是寫 Java也好 或者是你寫其他像 C shaft 或者是C++ 或者是說其他的那個 像 比較早 Basic 或者是BBA BBA等等的 其實判斷來判斷去 他的那個 If的邏輯結構 其實大致上都差不多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主要是考你對 那個邏輯判斷的觀念 是否清楚 那題目部分請各位就是 稍微先看一下 了解一下到底要做什麼 發現雷同學可能對題目還是 搞不太清楚 大家主要就是判斷 是不是三角形而已 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怎麼樣把正確的邏輯 邏輯叙述給做出來 其實就是他要考的 那你只要把這些邏輯叙述 還有相關的Java的一些用法 還用的沒有錯 比如說邏輯裡面 and那就兩個and符號 or的話 就符號 用對 那還有就是 if 頭尾邏輯判斷怎麼放 如果你都放對了 也都沒錯 那我想你要把這個東西 這一題拿到滿分 應該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說真的沒什麼 這主要是做熟了 你就應該就 就很快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反正一定記得啦 一個大瓜糊前面後面 常常同學是 大瓜糊找不到頭尾 只要不要做錯 基本上這一題做出來 應該沒什麼太困難的 ok 那這一題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題的話是 判斷那個三角形的 那個相關的訊息 三角形鞭長判斷 ok 那待會的話 還有一題 2110 2110的話這一題 難度稍微高了一些些 不過也不算太困難 主要是 去搜尋一個字串 是不是在這中間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一題 搜尋字串 這個我最近剛好用的機會還蠻大的 尤其從網路上撈資料的時候 像什麼撈接成檔 撈CSV 什麼撈一些資料 你要把你需要的東西切出來的時候 剛好210就剛好拍上用場 ok 試試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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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